哈喽大家好 我是立民 一个专注于分享干货的博主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英国券商212的注册以及 如何获得它的实体卡 实体卡特别的好用 消费没有手续费 可以获得一张实体Visa卡 在中国大陆 获得一个Visa卡是很困难的 即便你有 国内银行给你发行的Visa卡 在国外也不一定能曲线成功 只能看着自己的钱 在银行卡里无法使用 咱们继续介绍这个212 它的Visa卡可以全球RTIM曲线 只要有Visa的地方就能用 RTIM提款前400英镑是免手续费的 每天限额9000英镑 每月限额54000英镑 最大单比消费支持9000英镑 RTIM提款每天限额1800英镑 月限额9000英镑 每次不超过340英镑 约相当于3000人民币 每个月前400英镑曲线是免费的 超过的部分收1%手续费 它也可以转账 转账限额是2000英镑 每年都是 注册特别简单 用到邮箱护照 邮箱最好用国外的 翻墙软件 一个国外的手机号 地址证明可以是Wise的 也可以是iFast的 你自己要简单的操作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地址搞定 你要向212转款的话 国外银行iFast就可以 注册教程我放下方了 国外的转运地址 我放到了视频的下方 点击一下就可以 现在开始演示录和注册 打开链接之后 点击右上方这个OpenAccount 点击开户 大家记着要选United Kingdom 英国地址获得简单 然后下一步开户 展门开第一个 但是下面这些 你都可以在开通之后 在App内自己开通就行 输入国外邮箱 如何注册Gmail 下方也有链接 然后设置密码 确认创建账号 它就会给你的邮箱 发一个邮件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账户了 第一步要设置账户 点击一下这个 这一步需要我们登录邮箱 去点击确认 去打开邮件 点击链接 然后邮箱已经确认 点击确定 然后返回 继续下一步 这里要选择中国 因为后面要输入自己的护照 猜呢 这里输入你的名字 全部的名字 输入电话 这个电话最好用国外的 有群有缩可以随便填 但是最好填真实的 万一后边再用得到 我用的香港的ClubSIM 关于ClubSIM如何申请 我以前也出过视频 我把链接也放到了视频下方 保号便宜方便 只需六港币一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全部填写真实的信息 这个手机号 大家自己决定吧 继续下一步 输入信息 选中国 找到中国 其他都不动 直接点击下一步 填写你的护照号码 最下面不选择 直接下一步 这里填入你的身份证 下一步写上你英国的地址 可以去地址生成器 那里生成一个 只需要复制邮编就行 返回212搜索邮编 然后随便找一个 然后点击最下面 做一些问卷 点击下一步 收入是多少 大家根据个人的情况选一下 遵持情况选择就行 下一步就是一个文件 点击确认 点击下一步 上传你的护照 选择中国护照 可以在手机上继续操作 也可以在这继续操作 我就选择在这继续操作 上传然后检查文件中 它这里显示 不会再用太长时间 这里的地址 大家单独截图保存下 点击确认Next 下一步让你选择证明文件 就选银行对账单 添加你改好地址的文件 这个表格要点开下 点击这里 点击最下方 验证中 基本秒过 我用的是iFast 正在检查账户 稍等一下下就可以了 通过开户成功 下一步添加资金 记住周六六道账是比较慢的 有这几种支付方式 只有添加了资金才能申请卡 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有iFast入境的话 你就选第二个 在这里登记上你的iFast账号 然后确认 添加资金就行了 充值成功后 点击上方的Card 现在就可以开始申请卡片了 先申请虚拟卡 再申请实体卡 这是申请好卡片的样子 这里是充值 一共只能申请两张卡片 申请实体卡的话 账户里至少要有五英镑 有一个制作费 还有邮费 不支持直接邮寄到国内 需要一个转运地址 我把转运平台链接放视频下方了 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用 可以下载App 安卓直接搜索下载 苹果需要用外区的ID 美区不行 如何申请外区Apple ID 教程在视频下方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您感觉有用 请您订阅我 您的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